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伯利斯仁慈圣母传教会的理业教修女 欢迎你们收看平日的福音分享 今天的福音是常年期第十周 星期一马道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二节 珍湖八端 耶稣一见群众就上了山坐下 他的门徒上他跟前来 他随开口教训他们说 神平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痛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要受安慰 屋娘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要承受土地 饥渴沐浴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要得宝玉 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要承受怜悯 心里洁净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 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要称为天主的子女 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几时人为了我而辱骂 迫害你们 撵造一切坏话 毁谤你们 你们是有福的 你们欢喜踊跃吧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报 是丰厚的 因为在你们以前的先知 人也曾这样 迫害过他们 耶稣教导我们的征服八端 反映了智慧文学和先知的教导 耶稣指出有福的人 就是那些实践神贫 哀痛温良 饥渴沐沐浴 怜悯心里洁净 缔造和平 为义而受迫害 等等利他精神的人 这是天国的大宪章 他们和一般认为的幸福 就是拥有名利 财富 快乐健康 长寿 平安 没有灾难痛苦 等等的利己的观点 是不一样的 他们很美 但是也很难以实现 不过只要我们一号天主 寻求他的旨意 就能够实现 好几年前 在台湾上映的一部电影 人神之间 他讲述 在阿尔及利亚一个村子里 的八位吸毒会的化国修士 隐修士 他们在1996年 阿尔及利亚内战期间 被游击队杀害的事迹 修士们 他们原本每天 过着简朴 祈祷 至极至足 还有照顾村民的生活 他们开了诊所 为村民们治疗他们的疾病 也为他们书写一些文件 处理一些他们没有办法做的事情 此外 他们也自己种植蔬菜 养蜜蜂 贩卖蜜蜂 整理庭宴 所有的简朴的生活需求 不过有一天 他们突然在路上 开始看到一些 被游击队杀死的尸体 而且他们的外交部 也要他们离开 以免他们被俘虏变成人质 所以修士们就坐下来 开会讨论 是不是要离开阿尔及利亚 当时有一些修士们 他们以到阿尔及利亚来传教的目的 不是为了致命 而决定离开阿尔及利亚 之后呢 他们继续日常的生活作息 同时每一位修士 各自在自己的祈祷中 向天主倾诉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害怕 祈求天主的光照和引领 后来有一天 他们当中有几位修士 去拜访一些村民 跟他们谈一谈 当时的紧张局势 没想到 有一个村民直接问修士们 他们的计划是什么 一个修士回答说 他们就像暂停在树上的鸟 随时都会飞走 结果那个时候 有一个妇人 她反驳说 修士们不是小鸟 出民们才是小鸟 修士们是树 如果修士们离开了 那么村民就没有赖以栖息生存的树 大家听到这个妇女的话以后 漠然无疑 不久 面对日益紧张的局势 修士们再度聚会 分享每一个人自己祈祷的结果 没想到先前缓队留下来的修士们 竟然全部表达愿意留下来 他们的理由是 他们发现他们还没有完成 被派遣到阿尔及利亚的传教使命 所以他们愿意继续跟这些村民共同面对 那个困难的局势 最后他们就是被杀害了 好像到现在还没有人知道 好像到现在还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尸首是在哪里 我很感动的是 看到这些修士们 面对迫害时的祈祷 挣扎 分辨与抉择 这是人性很自然的反应 我们都很渴望 实现耶稣的教导 但是 当我们直接面对的时候 我们都会害怕 不过倒让我想起 耶稣在三言中的祈祷 他说 父啊 如果你愿意 请给我免去这杯吧 但不要 随我的意愿 围照你的意愿成就吧 有一位天使 加强他的力量 耶稣在极度恐慌中 祈祷越发恳切 他的汗如同血珠一般的滴在地上 的确 我们的主 不是一位不能同情我们弱点的大司机 而是一位在各方面 与我们相识 受过试探的 只是他没有罪过 所以我们在害怕 信德软弱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怀着 依靠的心 走进他 寻求他的帮助 他一定会帮助我们 只要我们愿意寻找他 感谢天主 谢谢大家的收看 祈愿我们能够在一切事上 全心信靠天主 因为在他内 没有恐惧 没有恐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